謝謝 年輕人的希望在哪裡 希望在整體經濟 未來育起它不斷的成長發展 的這一個目標之下 台北市已經失去國際競爭了 希望說現在人要來台北市找頭路 面前在台北吃頭路的公告人員 看多少人在那裡正處 要調回到南部 還有頭路的人又住不住 沒有頭路要去找頭路 所以這是嚴酷的經濟問題 說到大處 世界有對這個國家 對這個政府對這個都市 親像台北親像台灣這樣 毫無房屋真正的政策 紐約 美國是這個自由 是這個主本主義最強的國家 他們繼續要有資金管制條例 人的Control Act 台灣和助金政府又不在乘 跟做房子自生自滅 自己想辦法 要做房子很簡單 所以大的方面 我拿出一個 我拿出一個Social Rented Housing Policy 組織不受 你去房子去賣 頂多是摩財 摩到的 摩財是福利 摩財不是經濟 只有改變公司結果 才能夠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 台北市又要改造這個創業的城市 沒有創業 哪有就業 但是過期的創業 只要加拼 黑手的變債夫 債夫變老闆 因為技術是從國際來的 市場是國際先進國家給我們的 但是這個時代已經過期了 所以沒有自己創業 台北市變成一個價值創造 價值導向的一個城市 不是一個代工 不是一個加工 然後呢 這邊上層 中南部下層 所以 讓台北市重新帶領台灣的經濟 走向一個更高的境界